绿绿竹还有我长阳,我是安吉小竹王 小诗提醒您 小说完结版,后续开始咯 高考结束,我在餐厅门口搬货的照片被发到了搬机群 斑花在群里绿茶发言,说没想到我居然这么穷 刚考完就要去打工维持生计 富二代爱恋对象也满脸嫌恶 说我明明是癞蛤蟆,却还想攀高枝 两人在一起后,斑花笑着向我展示她手上的戒指 说人生易如反掌 可是,那家餐厅包括全国298家连锁店,都是我家的 而斑花明明只是我家保姆的女儿 却精心编造了一个白富美的谎言 小诗提醒您,小说正文开始咯 高考结束后,我被我爸发配到了自家餐厅打工 他说,星星,我们家虽然有钱 但爸爸不希望把你养成温室里的话 我直接被丢到了室内最大的门店 每天跟着店里的服务员忙里忙外 什么脏火累火都干 这天,我刚帮仓库工人运完货 回到室内坐下休息 就看到班级群里一片热闹 天啊,看不出来啊 他平时在班里沉过寡言的 几乎不怎么跟我们说话 没想到家里穷成这样 泽泽,真可怜 我们班大部分人在在准备毕业旅行 他却要打工挣学费 点进群聊一看 我果然发现几分钟前 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我顶着烈日 帮餐厅的工人从货车上搬食材 运进冷裤 为了方便工作 只穿着简单宽松的T恤 天气炎热 发丝被汗水浸透 湿答答地粘在额头上 群里所有人都在嘲笑 平日里的高冷笑话 私下却这么狼狈 身为班长的苏锡月 迟迟出现 在群里道,大家不要这么说林兴 家里这么穷,他也不想的 有人为他义愤填膺 西月,你真是心底善良 林兴之前艺术节抢你风头 你还为他说话 是啊是啊 西月,你就是人太好了 我只不过在艺术节上弹了一曲钢琴曲 几调苏锡月成了第一 变成了我故意抢他风头 高二才转到这个班级的我 不是第一次被众人这样排挤 颇有些无奈 苏锡月一边在群里解释 一边私聊我 林兴,对不起 你别在意大家的话 他们不知道你也在这个群里 这个群是你转来之前我们见的小群 明明我高二就转到了班里 身为班长的苏锡月 直到半个月前 才把我拉进班级小群 群里的人也好像认为我是其他人的小号 没有在意 却被我看到一场好戏 过了一会 苏锡月在班级大群爱特了所有人 明天下午在地好酒店七楼 举行班级聚会 聚餐每个人平均2500 大家踊跃参加 不一会 群里面搞起了接龙 一大半的人都选择了参加 有人在群里玩笑道 班长 这酒店虽然对我们来说就是普通水平 不过某些人怕是连零头都出不起吧 哈哈哈哈 打工挣生活费都来不及 会参加同学聚会吗 我皱了皱眉 这个班级并非人均富二代 对正常家庭来说 一顿饭花这么多 并非小数目 果然 没一会 就有人在群里犹豫着开口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只是班级聚餐而已 苏锡月在群里解释 我们还要请老师来 总不能让老师出钱吧 而且肯定要挑好一点的餐厅 几个苏锡月平时的跟班 纷纷跳出来附和 就是就是 谁连这点钱都出不起啊 锡月身为班长 毕业了还在为我们操心 大家就别让他为难了吧 这话一出 群里好一阵沉默 目录续续的 剩下几个没参与接龙的 也补上名字 一会后 苏锡月直接在群里面 把我爱特了出来 星星 你不参加 这次聚会 所有老师都会去 你不去跟老师告别吗 我沉默片刻 虽然班上人的关系都不太近 但最后一次聚餐 也想跟老师们告个别 苏锡月假装善解人意 你是不是怕钱不够呀 我可以先借你呀 班里老师对你那么好 你忍心连最后一次聚会都不去 让他们失望吗 有人在群里忍不住到 锡月 她哪有钱还你呀 肯定会直接赖账的 没关系 苏锡月发了个笑脸 都是同学 这点钱不算什么的 不必了 我缓缓打字 我参加 说完 我立刻支付了群收款 付完 银行卡发来消息 显示余额还有三百多万 爸妈虽然对我教育方面比较严 但在平日生活上 不会苛待我 给足了我零花钱 只不过我觉得 身为高中生 没必要花太多钱 跟心思在外貌穿着上 没想到班里有些人 狗眼看人低 很快就到了第二天 我来到聚餐的酒店 刚挑了个角落坐下 苏锡月就上前故作亲热的 晚上我的胳膊 星星 你怎么做这么偏 老师们都在那个桌子上 跟我们一起坐吧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被她按在了另一个座位上 刚坐下 我就感受到旁边男生 投来的闲物的视线 是宋雨泽 桌上的人开始起哄 锡月 你这是成全林星呢 也有人低声议论 她真的跟宋雨泽在一起了 好像是真的 之前 还得宋雨泽写情书来着 苏锡月坐在对面 要笑不笑 林星都要脸红了 大家就别起哄了 我却皱起了眉 高二时 我跟宋雨泽一个学习小组 原本只是为了答谢她 借我笔记 给她准备了点礼物 结果就被人传说我喜欢她 解释过几次无果后 我就懒得再提 对于此事 宋雨泽也一直都是半开玩笑 半不当回事的态度 可今天的她 却全成黑脸 宋雨泽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我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你们别胡说八道了 她面上的厌恶一直不住 看向我是眼神中也满是嫌弃 而苏熙月坐在对面 面上的笑容未敛 仿佛对现在的局面早有预料 宋雨泽说完 扭头看着我 林星 我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的 你以后也别到处散播那些似是而非的谣言了 你长得是有几分姿色 可加世是我们之间永远约不过的鸿沟 一时间 众人窃窃私语 分分头来视线 你们说林星是不是就看上宋雨泽家里有钱 才死缠烂打的追求 泽泽 肯定是啊 她都穷得去打工挣学费了 要是攀上宋雨泽 肯定不用这么辛苦了 苏熙月这才站了出来 原场道 大家别说了 宋雨泽肯定要找门当户对的人 林星确实她微微一笑 话语尽在不言中 不一会 服务员一道道菜端了上来 忽然 门外传来盘子摔碎的声音 以及一声惊呼 我们这桌离门口近 几个学生到门口看情况 是一个服务员 不小心打发了作为主菜的龙虾 女人边擦衣服上的油渍 边端着空盘子进来 不好意思道 对不起啊同学们 阿姨会陪你们的 看到这人脸时 我惊讶到 妈 前一日还在省外谈生意的我妈 今天怎么突然出现在了酒店里 我妈穿着酒店的员工服 看到我的时候面上很高兴 星星 是你们在班级聚餐吗 我神色复杂地点点头 想了起来 昨天我妈确实在家庭群里提过一嘴 说公司要收购一家酒店 没想到 居然就刚好是我们举办聚会的这家酒店 我妈一向脑洞比较大 这次突发奇想 体验一下服务员工作 也不是不可能 一旁的苏熙悦突然窜了出来 笑容满面 阿姨 你是在这家酒店当服务员吗 我妈不明所以 算是吧 你是星星的同学 苏熙悦脸上笑容更甚 热情道 是啊 阿姨 在这酒店当服务员工资多少啊 辛苦吗 我妈毫无所觉 还行吧 一个月有六七千 之后还会涨 话音刚落 周围传来几声吃笑 我妈是东北人 性子一向大烈热情 你们都是新兴的同学 阿姨会好好款待你们的 大家都放开了吃 不用跟阿姨客气 一瞬间 苏熙悦面上的厌恶掩饰不住 后撤一步 阿姨 我身上的衣服 加起来有五位数 她咬着下巴 语气有些傲慢 你还是小心点吧 就是就是 一旁 苏熙悦的跟班附和道 给熙悦弄脏了 你赔得起吗 我妈愣了愣 收回手 哦 抱歉啊 阿姨没看出来 你身上的衣服这么贵 我妈用戴着百达斐利新款的手 挠了挠头 我看不下去 抓住我妈的胳膊 你先去忙吧 原本不想跟他们纠缠 可苏熙悦却明显不想放过我 别呀 林星 让阿姨留下 跟我们一起呗 服务员工资这么低 这么贵的发 阿姨没吃过吧 等会我们吃完 剩下的 你们可以打包回去啊 其他同学也嘻嘻哈哈的笑道 对 让你妈你爸都尝尝 他们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吧 我妈只是为人直爽 却不是缺心眼 他很快看出 为首的苏熙悦 一直在挑动众人情绪 引导众人针对我 他皱着眉上前 这位同学 我一直教育 我们家猩猩为人要低调 不知道他是怎么得罪了你 你老这样阴阳怪气做什么 苏熙悦却故作无辜地眨眼 阿姨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一旁的宋雨泽 出演冷嘲热讽 以熙悦的家世 一出生就站在了 林心这辈子都到达不了的终点 他有什么必要针对林心的 我妈却不是习惯忍气吞声的性子 是吗 既然这样 那麻烦你把你父母联系方式给我 我们大人来谈 我妈上前就要抓苏熙悦的手 谁知苏熙悦受了惊死的尖叫一声 眉眼间满是险恶 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她这一朵 恰巧撞到了一旁的椅子摔倒 但随着刺拉一声 苏熙悦的衣摆 扯开了一道口子 宋雨泽急忙把苏熙悦扶起来 熙悦你没事吧 苏熙悦面露委屈道 我上衣破了 这可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宋雨泽面带怒涩地转过头 你在做什么 弄坏别人东西你们赔得起吗 我妈一向叱咤商场 倒是第一次见这种无聊幼稚的场面 我妈眉心跳了跳 多少钱我也赔得起 宋雨泽拧着梅 穷酸东西 卖了你都赔不起 眼看他们上升到了对我妈的人身攻击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站上前 看着苏熙悦 冷声道 你说你这一身价值五位数 实际上 你上衣是M家前年的款 现在市场价顶多一千多 裙子分明是不知哪逃的杂牌 包包貌似指点钱 但左边金属卡扣下面的花纹是错印的 正版是有五位数 可你这个包明显是仿货 我字字犀利 盯着苏熙悦的眼睛 就你这一身破烂 敢张嘴要这么多钱 一时间 苏熙悦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以及被拆穿得难堪 但下一瞬 她收敛神色 嘴硬道 你又不懂奢侈品 在这瞎说什么 我冷笑一声 我平时是低调没错 但高低也是个千金小姐 耳濡目染下 对奢侈品的了解不算少 刚开始只是懒得拆穿苏熙悦 但她偏要不长眼 接连招惹我 既然如此 那就报警吧 超过五位数的话 是可以立案的 我暴毙道 我们可以在警察监督下 去找专业机构鉴定 这下 苏熙悦眼中的慌乱更甚 但她旁边的小跟班们 七眼嚣张 鉴定就鉴定 谁怕谁 就怕你们赔不起 苏熙悦沉默片刻 江笑道 算了吧 不用闹这么大 都是同班同学 我也不会真让林星赔的 我妈是多年的老狐狸 怎么看不穿苏熙悦这点小心思 同学 你不用客气 我已经报警了 我们原地等待警察调解就好 苏熙悦面露慌张 却依旧嘴硬 报什么警 我都说我不计较 不会找你们赔钱了 宋宇泽在一旁鼓励 别怕熙悦 我们这么多人在 我们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就是就是 周围同学义愤填膺的附和 可苏熙悦的面色却越来越苍白 看向我时 目光中满是心虚 其实苏熙悦在班里炫耀时 我不是没有看出过他在说谎 他平日里拿来炫耀的奢侈品 许多被我认出是赝品 只是我一直懒得拆穿他 谁知这一次 不过是一张我搬货的照片 便能让苏熙悦像狗一样 咬住了不撒嘴 还把矛头对向我的家人 所以 苏熙悦当然不敢等到警察来 他强称着笑 不用 我觉得林欣也许说的对 我可能是真的不小心买到假货了 宋宇泽面上表情难以理解 奢侈品砖贵 怎么会买到假货 一时间 苏熙悦咬了咬牙 恨恨瞥了他一眼 不过只是一瞬 很快 他就咬住了下唇 故作可怜道 这是我托家里下人买的 可能是他们摊了钱 你不是说是 你爸给你的礼物吗 然而 一旁却有人发声了 我寻声望去 发现说话的是班里一个女生 她家境也不太好 平时没少被苏熙悦一众人孤立 这次还被破出了2500的聚餐费 苏熙悦脸上的笑都快维持不住 可能 是我记错了 不过 这话的说服力就不太高了 除了宋宇泽仍旧相信她 她的几个小跟班面上 都露出半信半疑的表情 阿姨 你还是把报的警撤销了吧 苏熙悦顾不上此时的难堪 连忙求我妈 我妈却笑眯了眼 什么警 我根本没报啊 此时 苏熙悦才意识到她被我妈耍了 面上的扭曲 几乎掩盖不住 不过刚好 老师们都到了酒店 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我跟几个老师打了招呼 没吃几口 就离开了现场 不知是不是上次苏熙悦害怕了 她这次没主动招惹我 我总算过了几天清静日子 我爸也不是真让我一直在餐厅帮工 一个月刚过 她就把我调进了总公司 正巧最近江城当地权贵举办宴会 我爸让我带着总经理一起去参加 谁知道宴会上 我又碰到了宋宇泽与江熙悦 见到我时 宋宇泽满脸惊讶 你怎么进来的 这种场合怎么会允许你这种人进来 我淡淡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就是怎么进来的 苏熙悦微微一笑 刚刚是一个中年男人带你进来的吧 林兴 以前都是同学 别怪我没提醒你 人家一看就是有家事的人 之后被人家老婆找上门 你可就惨了 不过只是看了一眼 苏熙悦便能脱口而出 暗示别人 我是小三 我冷冷一笑 应该注意这个的是你吧 苏熙悦却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她松开宋宇泽的手 向我展示身上的礼服与珠宝 林兴 睁开你的眼看看我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身上一条裙子购买你爸跟你妈的两条命了 宋宇泽也歪了歪唇脚拦住苏熙悦的腰 宝贝 别因为这种人动气 苏熙悦笑着抬起手上的戒指 朝我展示 对了 你还不知道 宇泽已经追了我两个月了吧 我昨天答应他做他女朋友了 你知道吗 有钱人只会找有钱人结婚 变得更有钱 你这样的穷人 只能找穷人 再生一窝穷人 林兴 对我来说 人生一如反掌 但对你这种人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地狱 两人皆趾高气扬 面露不懈地看着我 我却因为苏熙悦的动作 注意到了他身上的裙子 尤其是脖梗间的项链 这不是我前不久高考完 从衣橱里清理出的不要的旧货吗 本来只是眼熟 可方才苏熙悦为了向我炫耀 刻意提起裙摆 我注意到了裙子一侧少了一颗水晶 因为那颗水晶被我亲手拔下来做了手工 所以印象格外深刻 可是这些不要的衣服跟珠宝 我明明交给了家里的阿姨 让她捐给慈善机构 如今怎么会出现在苏熙悦的身上 我站在原地思索晚上回去 怎么质问阿姨 苏熙悦却把我的沉默 当成了无地自容 林星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这种场合不是你配来的 就在这时陪我一起来的林经理来了 您怎么在这儿 她一靠近就看到我身边的两人 不明情况的她语气和善 您二位是 宋女泽方才还一副拽上天的神色 看到来人的一瞬 脸上就挂上了讨好的笑 这不是林叔叔吗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瑞联公司的小宋啊 林经理一头雾水 显然没想起眼前人的身份 不过出于礼貌 她还是跟宋女泽握了握手 你好你好 宋女泽态度热情 上回我爸跟您谈业务的时候 我还见过您一面 以后瑞联的业务 还要劳烦您多关照 林经理态度不嫌不淡 都好说 她扭过头 看向我 小星 你刚才是在跟他们说话吗 自从我进入公司 林经理一直叫我小姐 我听得别扭 别让她直接叫我小星就好 我微微一笑 淡淡道 没有 不熟 宋女泽与苏熙月眉眼瞎 自然看出 我跟林经理相处模式 根本不是之前苏熙月污蔑的那样 既然不熟 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林经理笑了笑 不再理宋女泽 带着我上二楼 能进二楼的 才是真正的权贵 而宋女泽那种小门小户是没资格的 我缓缓上楼 瞥了一眼身后目瞪口呆的宋女泽 公司跟她家有合作吗 林经理回答道 有合作的意向 不过只是公司 一个小项目 一直是下面的人在管 我轻笑一声 宋女泽最喜欢用家事压人 不知道我用她最喜欢的方式报复回去 她会是什么反应 当晚 我回家后便把家里六个阿姨都叫到了客厅 坐在沙发上 我淡淡端着杯子 喝了一口茶 之前我衣橱收拾出来的衣物跟珠宝 是谁处理的 小姐 这些衣服都给刘姨了 我看向角落里 那个鹅角渗出冷汗的中年妇人 刘姨 我吩咐把衣服跟珠宝捐给慈善机构 那些衣服呢 刘姨身子猛的一颤 跪在了地上 对不起 小姐那些衣服都被我卖了 我真的缺钱 一时鬼迷心窍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 是吗 我轻声一笑 卖给谁了 卖了多少钱 有记录吗 刘姨却回答不上来 我当然知道她回答不上来 因为刘姨根本没卖掉那些衣物 而是把她们拿回家 给了自己爱慕虚荣的女儿衣 苏西月 下午看到苏西月的衣服时 我就心生怀疑 项链 高跟鞋 裙子 甚至她戴的眼环 都是我的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巧合 能在邻家工作的人 家庭底细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如果我想看 随时能调取 果不其然 我发现苏西月就是刘姨的女儿 苏西月平时在班上 一直营销百富美人社 三天两天 跟班上同学炫耀她家的邻湖别墅 可实际上 苏西月父母离异 自幼跟着母亲生活 那些照片都是刘姨在我家拍的 我家对家里的阿姨一向大方 所以刘姨工资并不低 但苏西月内心虚荣 三天两头炒着要买奢侈品 而且刘姨还用自己在邻家工作多年的人脉 把苏西月的名字报上了公司每年资助的贫困生命单 我爸妈都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 资助品学兼优 却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学生 而苏西月这种根本不缺钱 成绩也绝对算不上好的人 却占了别人的名额 这种现象 我确定不是第一次 你被辞退了 我看着瑟瑟发抖的刘姨 声音冷然 尽快把我的东西拿回来 我保留对你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 刘姨不敢多说 连忙收拾东西走人 接下来几天 我拔出萝卜带出泥 连着刘姨 一连找出了公司六个逊私王法的人 经过这次 我爸夸我 现在终于有了个继承人的样子 给我升了职 再见到苏西月 是高考出成绩那天 她妈妈失业 因为苏西月之前的奢迷生活 家里根本没什么存款 现在连交房租都是问题 可在看到我时 她还是下意识抬起头 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你怎么会在这儿 她昂着头颅 今天可是僵尸首富 为自己的女儿举办升学宴 就连宋雨泽 才花了好大的功夫 才拿到邀请函 虽然你居然有个当经理的亲戚 可看你爸妈那样 就算能进去也没什么意义吧 不过 知道一切的我 只觉得好笑 明明不是所谓白富美苏西月 却要一遍遍贬低别人 以此换来自己的优越感 只有她自己清楚 她一切不过是进花水月 让一让 你挡到我的路了 我不想跟她再多做争吵 苏西月冷冷一笑 林星 你在装什么 是 你成绩比我好 可那又怎样 我很快就能出国流血 而你这辈子 怕是也只能 围着国内这一亩三分地转了 我挑挑眉 看向苏西月 她神色兼满是优越感 显然笃定了 自己能出国流血 是了 她以为自己还在集团贫困生名单上 公司现在还在进行内部整顿 没空处理苏西月这种人 但也不过是最近几天的事了 手机一阵振动 我一看 是我爸在催我 今天 是我爸为我举办的升学宴 目的就是借这个宴会 把身为公司继承人的我 正式介绍给江氏的所有权贵 我当然没心思跟苏西月纠缠 宴会正式开始 我被我爸领着 介绍给场内的所有人 对 这是我闺女 也是今年本市的高考状元 哎呦 老林啊 你真是生我的好女儿啊 林总 你好你好 忽然 一个笑容谄媚的中年男人 站在我跟我爸面前 听说林欣小姐也是一中毕业的 那跟我儿子还是笑有呢 今天我儿子也来了 正好能让两个小同学叙叙旧 我爸看向我 今天有你的同学来吗 我正想会是谁时 人群中发出了争吵声 你说什么 宋雨泽 你要跟我分手 我很快认出 这是苏西月的声音 安静点 苏西月 我查了 你根本不是什么僵尸的白富美 是你先骗我的 就算分手 我也没问你把邀请函拿回来啊 我还送你那么多奢侈品礼物 我今天可是要跟林氏集团大小节认识的 你别坏我的好事 苏西月依旧歇斯底里 是你亲口说你喜欢我的 我还给你上了床 宋雨泽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两人根本没意识到 他们的争吵有多大动静 而这种宴会内 最不缺媒体与记者 中年男人顺着声响看去 脸黑了一半 宋雨泽 果然 这人就是宋雨泽的父亲 他怒斥道 给我滚过来 保安很快赶到现场 控制住发疯的苏西月 中年男人扯着宋雨泽 快给林先生林小姐道歉 宋雨泽被他爸扯着衣领 提到我面前时 整个人恍若被雷劈了一样 不可能 你 你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他扭过头 看向一旁神色平静的我爸 不对啊 爸你是不是搞错了 林星怎么会是林氏集团的大小姐呢 不远处 被保安架起来的苏西月 也看到了我 此时的他双眼发红 头发因为挣扎而乱七八糟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宋雨泽的爸爸狠狠踢了他一脚 怎么跟林总说话呢 没大没小 我爸笑了笑 看向宋雨泽的父亲宋总 对吧 连自己儿子都管教不好 我们林家可不敢跟拥有 这样领导的公司合作 宋富头顶直冒冷汗 林总 你玩笑了 小孩子不懂事 这宋总 我就不留你了 还请离开吧 宋富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留下也不是 他当然清楚 在林家的场子上 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之后在整个僵世 怕事都难立足了 宋富面上焦急之色欲显 一旁的宋雨泽 却看向了我 林星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 我答应跟你在一起 只要你劝你爸收回他的决定 我双眼微瞪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宋雨泽却以为我在惊喜 林星 其实我也一直觉得你很漂亮 之前不过以为我们家是不匹配 现在既然我们门当户队 我听不下去了 抬手打断了他 我 和你门当户队 宋雨泽双脸战红 显然发觉自己的话有多不要脸 我爸此时神色恶然 看向我的目光 一丝分明 我女儿喜欢这种玩意 脑子没问题吧 我柔了柔了心 宋雨泽 你跟你爸再不离开 我就要让保镖把你们扔出去了 宋雨泽难以相信 你不是喜欢我吗 我终于忍无可忍 到底谁给你的自信 宋雨泽 家里没有镜子 总有尿吧 你是不是以为跟你说话超过三句的异性 都喜欢你 保安把他们两人连同那个女的都赶出去 清理完脏东西 整个宴会厅终于清静了 第二天 我还在跟清北招生组周旋 就发现 昨天的是在整个江市 尤其一中校友圈都传开了 不知哪个记者是一中的校友 把视频当乐子 发进了一中校友群里 视频里 记录了宋雨泽跟苏熙月吵架的全过程 所有人都知道 苏熙月装白富美 骗宋雨泽不成 还把自己搭了进去 班群里又一次热闹起来 只不过 这一次被嘲笑的 成了苏熙月 苏熙月不堪其扰 把所有班级群都退了 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昔日班里一些 对我恶语相像过的人 都若无其事 发来好有深情 还有人在群里恭为我 我也懒得在看这些人在说些什么 无非是见风使舵 墙头草罢了 总有一天 他们也会尝到恶果 苏熙月大概回家不久 就收到了自己贫困生名额被取消的消息 出国留学愿望落空 而以他的成绩 上一个国内的好大专都难 不过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敢来我家公司门口闹 小诗提醒您 未完待续 点击左下角阅读全文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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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柠檬上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